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聊咖 不知道你们经常喝咖啡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就是你刚买了一包咖啡豆 然后在刚开始的第一周 你觉得香气味道都很棒 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你喝到的咖啡的香气越来越少 那味道呢也远不如之前买的时候 那上下这种情况呢 在你拆开包装之后的第二周开始 那也会尤为明显 那不管你是用风口棒 或者用咖啡豆存储罐 好像都没啥毛用 那直到我收到了黑钻的这个独立包装的 他们这种氮气的咖啡豆 那他们说呢放入冷冻柜 可以存放6个月 那甚至更久 那它也能够保持咖啡豆的口感和香气 那于是呢一个月前 我就把其中的一包丢进了冷冻柜里边 那这里边呢一共是有6小包不同的咖啡豆 那它的生豆呢是85加 那这期节目跨度比较长啊 因为我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 那今天呢我就拿出来做一个对比 那同样的咖啡豆 那不同的包装和存储的方式 那我们喝到的味道的一个区别 今天呢我会封为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是我用手冲咖啡的方式 那对比一下刚开封的咖啡豆 以及开封后一个月的咖啡的味道的对比 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杯测的方式 那一个月前我放在冷冻柜的和刚收到的 新鲜日期的咖啡的这种杯测的对比 那我们首先来对比一下这种普通包装的 我新鲜拆封的和拆封后一个月的手冲咖啡的对比 那大家可以先看左边和右边闷蒸的一个状态 大家猜一下哪个是新鲜拆封的 哪个是一个月后的 这个是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水洗组冠军 那可以明显看到闷蒸的时候呢 左边鼓包明显 右边的咖啡粉层泛白 很明显右边是拆封后一个月的 那整体喝起来呢 新鲜拆封的柠檬的酸质明亮很饱满 非常圆润 到嘴里之后咽下去的时候呢 是那种滑溜溜的那种感觉下去的 那拆封后30天的这个味道呢 它从最初的那种明亮的酸质 变成了这种酸色寡淡 香气和风味呢就衰减非常严重 今天把冷冻了一个多月的 豆子拿出来的还要杯测了 哇感觉外边有一层冻了霜一样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对比一下这种 独立的氮气包装的我一个月前放入冷冻柜的 和新鲜烘焙的手冲咖啡状态的对比 那独立氮气包装的这个呢就比较难猜了 大家猜一下哪一个是我一个月前放入冷冻柜的 那哪个是新鲜烘焙的 那最后冲煮的这个味道呢 其实两款整个味道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款呢是日晒的汉贝拉的花魁 热带水果的香气非常丰富 那以及整个口腔中呢这个酸质非常的饱满 很厚实 杯测的对比呢是两个处理法的咖啡豆 一个是埃塞俄比亚的安娜索拉的这个酒香处理 还有一个呢是艳阳日晒的醉香红 我会分为这个三角杯测 那三角杯测呢就是它是用不同的包装方式 那其中一杯呢是这种大包装的这种方式 那这种大包装的方式呢是我一个月前已经开了包的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它和这个啊我的这个最右侧的这个是新鲜日期的 以及我中间的这个呢是我一个月前放的那个冷冻柜的 然后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我先研磨咖啡豆啊 杯测的话我都用13克的咖啡豆 这个其实闻起来的话它的香气还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月前开箱的那个 然后前边的第一个呢这个我会放这个大包装的 这边这个我会放一个月前的小包装 这个我放新鲜的小包装 摩豆机稍微洗一下 它这个包装里边呢是22克 所以说我杯测的时候用了13克里边还剩下一点 那像这个新鲜日期的话打开这个包装的时候 它里边的这个香气非常非常的充足 两种咖啡豆 不同包装呢和不同日期的现在已经研磨好了 我左边的这个是一种咖啡豆 右边的这个是一种咖啡豆 然后这个呢是酒香处理的 然后右边的这个呢是醉香红是艳阳日晒的 然后这个杯测啊就是闻干香的方式 我给大家说一下怎么闻干香啊 就是这是已经磨好的咖啡粉 当我们在闻干香的时候呢 这样闻是不行的 因为就是这个香气啊 它是散发出去的 你要闻的时候呢就用两个手 然后呢就是把它捂起来 跟自己的鼻子贴合起来这样 这样的话明显能闻到就是非常丰富 很厚实的这样的一个香气 就是这种香气非常非常的明显 等一下呢接下来我就开始烧热水注水了 OK 现在基本上我注水已经完成了 我计时差不多4分钟后我开始捞渣 好 基本上现在我开始捞渣了 我先按照次取 因为最先是注入这边的对吧 先注这边的 我就先从这边的渣开始捞 感觉这个不新鲜的它这个渣呀 已经是相当少了 这个渣上边就只有一丢丢 其他的全都沉淀了下边去了 它这个大包装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第二个渣是一个月前放到冷冻的 这个小的包装 小的包装的这个呢你看渣也是蛮多的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镜头里面能不能看得到啊 这个渣是比较多的感觉就是新鲜度比较高 然后这个是新鲜日期的 新鲜日期的也是上面的这层渣和泡沫比较多 好然后接下来这边的酒香处理的这个 你看这个它表面也都是只有这么一小层啊 就感觉泡泡也比较少 然后呢渣比较少 全都沉下去了 好渣捞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这个重头戏啊 同一种咖啡豆那三种不同的存储状态和日期的味道 我一个月前拆开包装的这个 这感觉有点木头的 然后很清淡的这个味道 没有什么香气了 我再喝下第二个 这个是一个月前我放到冷冻柜里边的 小包装的这种 嗯这味道明显感觉它的就是那种酸度那种层次感 更好然后香气也会出出一些 这种它的这种香气的确是要比一个月前的这种大的包装的要好很多 再喝下这个第三杯 其实我是想对比一下第二个和第三个它有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第二个和第三个它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咖啡豆 但是呢一个是新鲜日期的 一个是老的日期一个月前放到冷冻柜的 我想最主要是想对比一下这两个 看一看就是这种冷冻存储的这种方式 它到底管不管用 感觉喝起来好像差不多 再来一个 这个酸度更突出一点 这个甜度更突出一点 其实感觉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差异 喝起来感觉都像是一种新鲜的咖啡豆 然后再喝下这边这个口味的 这喝起来比较寡 就是它的那个酸味啊 就是没有那种厚重的那种感觉 喝下这个 当你在喝第一杯和第二杯的时候 其实它的差异非常大 就是很明显的从第一杯到第二杯 明显感觉到这个第二杯它的这种香气 和这个酸甜度的这种复杂感更明显 再尝一下第二杯和第三杯的差别 反正这一组的第二杯和第三杯 我是几乎喝不出来差别的 好像没差别啊 真的没什么差别 因为就像这种杯测方式 它是它把这个咖啡豆的这种风味 还有咖啡豆的这种优点和缺点 体现的都非常直接和明显的一种方式 这是刚才热的 再稍微等一下 等个大概三分钟左右 我等温度降下来 就是这两组我再分别喝一喝看 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喝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就是我刚才喝的时候 我只是能感觉出来 这两个好像是 酸甜度的话 有那么一丢丢的略微的那种差异 但是喝来喝去也没有太大的那种变化 是真的 对不对 但其实这两个差不多 这两个其实喝起来是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 你再喝一下这边这一组 这两个还是比较接近的 对吧 相当接近 我大概这个等了大概五分钟左右 我现在已经凉下来了 我们再喝一喝凉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凉下来是怎么这个味道 就是凉下来和热的时候喝是完全凉这种感觉 第二个 后边这两杯凉下来其实也喝不出来什么差别 一模一样感觉 没区别 没差别 再喝一喝右边这一组 就是那种香气好 这个我喝到了一点点好像是有点哈梅瓜的味道 我再喝下这个凉下来这种感觉 有点这种新疆哈梅瓜的香气 这个凉下来的确蛮有意思的 艳阳日晒这个 整体感觉我觉得就是小包装的这两杯真的是它整个杯侧下来 在你口腔里面真的很舒服很圆润 这种感觉真是很圆润 我本来是想对比一下 就是它们两个有时候有什么区别的 从头喝到尾 从热喝到凉 其实它几乎喝不出来是这个差别的 所以说像这个这种小的包装的 我放冷冻柜一个月的这个 其实它的这个冷冻效果保鲜的效果真的是很好 因为这个时间是有限的 其实我如果要是时间充裕的话 我把它放两个月 甚至是四五个月我再去测 我估计它应该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只放到冷冻柜里边放了一个月 其实像这种独立的这种单独的这个包装的这个咖啡豆 我觉得它就很适合你们平时喜欢喝新鲜咖啡豆的人群 就是它里边的一共是有六包 你可以尝试它不同的这个咖啡豆产地的这个味道 那像市面上的这个咖啡的品牌的这个主流的包装方式 它还是有这个氮气罐的包装的 有单向排气罐包装 包括真空包装 但像其中那种氮气罐包装 它能够很好的在运输中保存这个咖啡豆的细陷度 但是那一旦拆开了之后 它的这个存储的效果就不好了 那包括这个真空包装 还有这种单向排气罐包装 它其实都解决不了这种长时间在家里边存放的这种新鲜度的问题 那像这种小袋子的这种冲氮气包装的 它就解决了这种方式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